市長民調有這個統計方式 誤差範圍內是喉嚇的一點 所以感覺到民眾黨對你釋出善意 而且這樣是滿意這樣的結果 怎麼看民眾黨幕僚似乎不太滿意 甚至陳志然還哭 人民的期待是希望能夠政黨聯繫 那在政黨聯繫的 大家都有這樣一個共識底下 協商的過程 我們就大家互相來做好協商的相關的內容 那既然內容大家都是互相 大家能夠認同 我們就一起親手合作 市長但是剛才在會議室裡面 整個氣氛是歡愉的還是充滿肅殺之氣 其實我都用平常去看待平常事 因為我們談的是 如何去符合人民的期待 那既然符合人民的期待我們就是共同有利 所以在恰德的過程當中 我相信大家都是平心靜氣面對所有的問題 會不會擔心支持者反而會離開 會擔心嗎 會擔心支持者反而離開嗎 這部分確實今天只有初步的交換 那大概在應該可以這樣說 大家都覺得因為這個我們在台灣的民主改革第三波 不只在台灣沒有過 在任何華人的社會裡面都沒有過 大家都在寫歷史 那因此除了今天所有共識的部分之外 還有很多將來會後續的再來討論 那這些剛剛您所提到的阻隔的這些問題 也會在後續的這些討論裡面 再來決定到底用什麼樣 那不過我想基本上就是 會反映一些 全局的得票啦 立法院的席次啦 等等 那可能甚至可能什麼其他的都會考慮 那這些東西都是將來必須要討論的問題 那就是藍白和呢 那藍跟白都有推派的區域立委要怎麼辦 這裡面都有各自奴隸 他們有寫各自奴隸 就是繼續選到底 呃 區域立委的問題 我們在之前就 在上一次在市場官體裡面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有達成共識了 區域立委的部分部分 那我想今天的這一個原則 就是 全力輔選 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集兩黨推薦之立法委員候選人 我想這句話就講得很清楚 彼此都要為對方的這個候選人來拉台 那政黨票呢 政黨票就各自努力 可是同一個選區有藍又藍 也是各自努力嗎 就是不會再變動股 呃 這個部分齁 我可能還要再去詳細 因為這個部分今天沒有討論到 這個共識的細節裡面 我可能要再去查閱一下 再來跟大家分享 好 贏的人得到一點 然後那個誤差範圍內的話 就是侯科典 他是會會有一個 一個一個 每一份民調都會有一個 都都會有一個 就是 就是說是 支勝者為政 但誤差內 侯科配 呃 沒有他會去計算 我想這些細節的東西 因為每一份民調的做法都 都盡然相同 所以這些東西細節 我們都會交給民調的專家來決定 他們彼此 有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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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市長 他們彼此的代表 一定會堅持自己 對自己的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 就是交給這些民調專家 我們就 不去管他們說 他們到底要怎麼做 那這個原則是 大家都希望能夠合作 今天也達成合作的共識 所以 2019基金會公布的結果 對於 侯科跟科侯配 並沒有約束 這裡有簽字 這個上面有簽字 所以我想這個簽字 就代表很多 大家的承諾 所以結果應該是說 最後由民調專家 來決定誰贏囉 不是 由 民調專家來檢視 過去這段期間的 所有民調 不是由民調專家來決定 民調專家會去 因為他們有這些 相關的學理知識 所以他們會來看 這段期間裡面 所有的各家的這個民調 到底是怎麼做的 他們一定會來 做最好的這個法官 我想問一下 可是現在還有時間來度民調 為什麼會採取這樣的方式 其實大家都覺得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 現在開始在做民調 其實時間非常的急迫 那 也可能會有一些 預期之外的干擾因素 所以 我們大家都同意 可以就利用現有的 已經是現有的 不管是哪一個媒體 大家同意可以利用 可以採集的 我們就來採集 剛剛看到他是說 由勝者得一點 那但是他沒有講到說 如果是科贏了的話 那是侯友宜當副手 還是因為後面只有講到說 誤差範圍內是侯科 當然就是可能決定 在禮拜六在這邊公佈 民調的勝出的那一個 當然就是由他來擔任政 那另一個是當副手 對是 誤差範圍 誤差範圍是多少 是還沒有定出來的 不是每一個 因為每一份 每一份都有一個誤差 所以他沒有辦法把 一份跟一份加總起來 那所以他會記說 這份民調是怎麼樣 這份民調是怎麼樣 他們會來檢視 有一個 所以彼此才會有一個 比較的基礎 要不然沒有辦法比較 所以他們會建立一個 這些民調專家會建立一個 不同民調在不同方法上面 各自怎麼樣 去比較的一個方式 來決定 藍白組合的一個方式 市長今天民調 最後沒有採用德國式 是你自己願意退讓嗎 還是說馬總統在劇中有拍板 因為在大家的協調共識底下 我們都希望大家釋出善意 一起面對政黨合作 讓政黨合作能夠符合人的期待 我出來的選舉 最主要是要團結台灣 團結人民 所以在這個裡面 政黨合作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 大家有共識 我們就攜手 並肩作戰 但最後沒有拉入政黨的支持度 會不會覺得有點可惜 為什麼會出現轉折 只要大家都能夠互相 包容 尊重 我相信 沒有不可以不可以合作的 所以 我們用這個態度 讓 政黨的合作 選舉的過程當中 可以一起往前走 這才是符合大家的期待 那現在評估 要評估從7號到17號的民調 那18號會公佈結果 所以當天18號 當天就會確定政府的人選嗎 那火火兩人會不會都在同樣選票上 那有信心會當政人 我尊重我們協調出來的結果 在18號馬英九基金會 就會很清楚的做一個公佈 那公佈出來的結果 我們大家都一定要硬肩作戰 今天非常謝謝馬總統 也要謝謝兩黨的主席 大家齊機一堂 在進食的過程當中 如何為了共同的理念 為了國家的安全 人民的福祉 大家放下個人 在政黨的合作下 往前邁進 完成第三波的民族改革 為了讓第三波民族的改革 我們洗澡出來 兩黨合作的方式 在這幾天 就會有一個結果出來 不管這個結果如何 誰贈誰負 我們共同攜手合作 讓我們中華民國這塊土地 都能夠平安 再度謝謝總統 也謝謝兩黨主席 謝謝 謝謝馬前總統 以及在這段時間 很多這種朋友大家的關心 今天大概是一個歷史性的一刻 到底 因為在台灣的歷史上 從來沒有過聯合政府 所以聯合政府如何組織 如何運作 這個當然都是一個嘗試 那我也希望說在 馬前總統的見證之下 可以讓我們台灣的歷史往前進 至於結果怎麼樣 還要靠大家一起努力